早安 哈囉 各位 早安 今天就是禮拜天 我宣傳了幾天 要去花蓮跟台東進灘 今天第一天總算要出發了 那今天早上差不多快七點整 我的車好像大概九點會到花蓮吧 既然要連續玩幾天 當然就會有住宿的地方 所以我想我們等一下直接到花蓮 先去住宿的地方看一下 然後我們再開始買一些工具跟吃東西 就這樣一路睡睡睡睡睡睡 不知不覺我就已經到花蓮了 我發現今年我應該是第二次來花蓮了吧 比想像中的還要快一些 我已經為了這次活動特別 買了一個行李箱來用 但還是要租機車知道嗎 所以我們先去租一台機車 才能夠到我們住宿的地方放行李 然後我們就能夠開始今天的 啪啪燥的旅程了 有了有了 我們租到車了 這一台 我想要先寄放行李 好 沒問題 好 那我就先去前進好了 好 應該會有很多人喔 好 了解 掰掰 人家推薦我的早餐店 司馬開門 他一直躲在旁邊不想入鏡的 這是我之前認識的朋友 然後就問他帶我吃什麼 結果他不是帶我去吃 人家都跟我說花蓮吃那個 什麼 根飯 結果他直接帶我來吃 這邊的日式料理 叫芝麻開門 然後他的餐點都是長 大概是這種 就是定時啊 然後全部都是手寫的 那我朋友講說 就是第一次來可以考慮這個 就是什麼東西都來一點 然後他當然應該也是會有生魚片的吧 然後他當然應該也是會有生魚片的吧 各位餐點出來啦 哇 哇 唐揚 七塊 超好吃的 很想要 簡單來說好吃 新鮮 然後我朋友講說 這一間來都要先預約 就是不是你想來吃就可以做得到 我們剛剛坐在那邊的時候其實 旁邊都是預約席 旁邊很多當空位子 可是那上面都有掛牌子 預約席 所以你們如果想來吃的話 就是那叫芝麻開門 稍微查一下他的電話號碼 你記得先打電話預約好不好 4點才開始下午的淨灘 所以我會先去別的地方晃一晃 而且空拍機帶出來了 我一定要找地方去飛一下好不好 原本有講說我要到一個海邊 那個海邊是很漂亮的地方 他說我看一下那個叫什麼來著 原本我想要去的地方叫做 石梯坪風景區 可是那個地方離這裡 大概還有一個兩個小時左右的車程 我如果騎過去 我可能就趕不回來參加淨灘了 所以 我決定在我路上覺得漂亮的地方 確定是可以飛的地方 我就先飛 拍一些漂亮的地方 非常遺憾 淨灘 七星塔那裡是全面淨灘 所以今天可能沒辦法拍那個地方好不好 所以我們先來在這個地方起飛 所以我們先來在這個地方起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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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其實飛到一半我們就換了另外一邊 然後我跑來這裡呢是一個有一點神秘的地方 就是其實我是鑽到山路裡面 我現在不是在公路旁邊 我是在山路裡面 等一下我騎出去的時候 我再帶你們看我到底繞到什麼鬼地方來了好不好 好 我讓你們看一下我現在人在哪裡 現在我們人在這個 我們其實是從上面有沒有看到我機車在那裡 然後走下來 那等一下我走上去之後 騎出去你們就知道我到底跑到多奇怪的地方 我先把這邊收完 好走我們現在上去 有沒有看到 這裡 也不是一般的公路 旁邊都是那個還沒鋪好的水泥地 回到馬路了回到馬路了 走吧 我們往往北上七星塘的方向 GO 接下來要準備淨灘按摩的東西 買個兩個 好就這個決定了就它 叮 我這邊已經先到達七星塘了 然後還沒有開始先遇到一個被抓到的 可是我不曉得台客他們到底在哪裡聚集 就是我決定先往裡面走 然後去看一下 看一下裡面哪邊聚集了比較大量的人潮 也許等一下就在那裡你知道嗎 各位非常顯然 這一次我們絕對走對地方了 我從轉角口進來 一路看到大家都是在拿著 就是每個人都拿著袋子 袋子 都有夾子 袋子 下面一堆人 袋子 夾子 除了這邊一個 正在環島中的會跟我們一起的 還有一個滑板小子 他居然來這邊用滑板 真的是太瘋狂了 等一下應該就可以看到他了 GO 現在要折返 回去集合的地點 熟悉面孔啊 太好了 董章看到你了 等一下 等一下 董章看到你了 YouTuber 對對對 會上YouTube嗎 會會 這個我一定剪進去 你不喜歡 這個我一定剪進去 想要紅 我要問你們一個問題就好 今天晚餐你們推薦吃什麼 今天晚餐 第一家烤肉串 東大門裡面嗎 真的很好吃 第一家烤肉串 可是我建議可以吃個半飽還去那邊 雖然那邊很多東西 可是 沒有不需要吃太飽 所以那家要排很久嗎 要早一點去 要早一點去 不然很多人 不然就是晚一點去也可以 好感謝你們 感謝你們 謝謝第一家烤肉 我等一下就去了 謝謝 好好好 他整天都在等這個 好好好 太棒了 我決定我先回去 Check in 洗個澡 換個乾淨的衣服 再去看東大門夜市 還是 你說廟口紅茶嗎 好再廟口紅 再看一下 我們先回去 好了我們回來了 進去吧 先來去洗澡 這一家叫做廟口紅茶 然後還蠻多人 我朋友推薦的這一家 現在人看起來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多 可能是因為今天 明天要上班 今天是禮拜天 而且現在已經晚上七點多了 不過你們也看得出來 那間店面小小間的 為了避免太高調 等一下我就用那個 跑到哪裡去了 我就用這個來拍攝吧 沒有很懂這邊怎麼點餐來的 我要大杯的紅茶 然後肉鬆蛋餅 還有那個原味的一個 馬卡龍原味的一個 對 81 請問一下 這個東西叫什麼 大的馬卡龍 它就叫大的馬卡龍 應該是吧 好 這個東西是大的馬卡龍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吃起來的感覺 就是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那個感覺 就是你吃完之後 你不會說 喔好難吃 你不會說難吃 但就是普普通通 尤其是那個 剛剛說的那個 超大馬卡龍 那個就是 跟馬卡龍不一樣 它就是一個 有一個 台灣 偶爾會有一種零食 長的就像那個樣子 就很古早味吧 我覺得整間的吃起來的味道 就很古早味 是好吃的那種古早味 但是 就這樣 That's all 那它有沒有特別便宜呢 我覺得也還好 它也沒到特別便宜 我那樣的點 八十幾塊 八十一塊 嚴格說起來 我覺得有一點點小貴 好啦 那各位如果有什麼想說 有什麼想說的想建議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好不好 那關於淨灘的細節呢 我之後會再另外出一支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明天的Vlog再見 不對 這個時候不能這樣 那我們明天台東見 大家掰掰 哇塞 那是真的路燈嗎 而且超酷的 它會做裡面鎖的話 它會變成紅燈 變紅燈 好看一下看一下 哇塞 幹嘛 那它會不會 你快上好廁所 它會覺得 叮叮叮 喔不會喔 有點難過 哇塞 哈哈哈哈 有嗎 有有有 變了變了